阿里奥运正式开赛了 台湾的选手也传回了好消息 首先是在拳击打头阵的黄小文 在54公斤级的32强赛当中 遭遇到了20岁蒙特内格罗的选手 而小文的表现相当的出色 因为他连续三个回合都获得了裁判的青睐 是以5比0淘汰了对方闯进16强 那其实这一场比赛也可以看出 小文展现出了自信跟霸气 因为最后裁判还没有将他的手举起来 他自己就先举起了手 看得出对比赛结果相当的有信心 另外一位拳击美少女吴诗怡 同样在拳击第一天赛程就登场 而诗怡参加的是60公斤级 在32强赛当中 他淘汰了南韩的强敌吴炎志 一样是以5比0闯进了16强 不过接下来的消息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伤心跟失望跟可惜 因为其实赛前大家都很期待 柔道男神杨勇伟能够拿下代表团第一面奖牌 甚至他赛前也非常肯定 很有自信的说他希望在这一届能够拿到金牌 但是他在八强赛的时候输给了哈萨克强敌 在败部复活的时候又碰上了日本选手永山龙树 最后的几秒钟遭到对方压制 很可惜止步八强 先来听一下教练怎么说 永伟的话当然在过程当中他的请记是他比较有优势的 但是基本上的话就是说他也有希望在过程当中展现出来 包括在八强赛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取得被对手先得分 那当然我有提出来一个抗议 但是因为我们的罗道部分的话就是没有抗议的这个事情 那只能接受 只能接受这个得分 因为我看是没有 但是比赛过程还是要以裁判的判决为主 那这个也会影响到他后面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到最后的时候永伟跟永山的部分的话 那我觉得他刚开始就是整个过程其实都表现得还不错 那最后当然是被对手得分 我想也是他想要积极的要展 就是积极的想要展现看能不能突破他的一个封锁 好 其实永山龙树也可以说是永伟的宿敌 因为过去双方交手永伟从来没有赢过 那么这一届奥运最后是在八强止步 其实永伟自己心情也非常的低落 在赛后的时候一度是没有办法接受媒体采访的 另外再看到羽球的部分呢 羽球混双 叶宏卫跟李嘉欣一样是在第一天小组赛的时候 对上了香港的组合 很可惜的是连续两局都是以13比21落败 先来听一下教练怎么说 第一场球吧 发挥了就有做一些准备 但是在场上的时候转变得比较慢一点 比较没有那么按照自己想要设想的方式去打 因为当然对手也是之前打过很多次 对他们来讲也是不太 算比较不好打一个对手跟球路 只是说今天他们发挥上没有到那么好 好 其实这一场比赛 叶宏卫是在发高烧的情况下下场去力拼 虽然预赛第一场是输给了香港的组合 不过没关系小组赛还没有打完 还是有晋级的机会 而且呢这才是刚开赛而已 我们还有很多台湾代表队的选手即将要出赛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来为选手们加油 以上是我们在巴黎现场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再将时间镜头交还捧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